中華民國萬萬歲 高東茶園沒有了 小明星 大明星 大明星 你放手 沒有 快點 來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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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資料 事件後 刻意的宣傳 扭曲了引力的犯被告 有刑罰第146條 第一項以詐述 或其他廢話方法 原告主張他是自導自演 那么自導自演 就必須要他自己 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 那麼有關 原告提出的證據方法跟相關的資料 就是疑點從城的質疑 都不足以證明 319槍擊事件是被告制導致言 假照槍擊事件 還有槍擊事件以後的投票權 這個當選無效規定的並不相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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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做一個派出報告 強暴脅迫或者等同於強暴脅迫 原告方面不是沒有舉證 那麼各位 但是所有的法律學者 都一致的認為 它是一個公益訴訟 那麼所謂的原告沒有進舉證責任 但是今天 高等法院當選無效這個議事體 何以廷所做的這個裁判 讓我們非常失望 非常遺憾 同時毫無疑問的 這是對所有仍然對司法存有信心的 希望的人 一個嚴重的打擊 非常嚴重的一個打擊 這種司法的裁判 讓我們看到 的確是瑕疵 319所謂國安機制 那種的方法 在阻礙成立調查委員會 沒有光榮的國家 沒有公平的選舉 就沒有正義正當性的政府 把舉證的責任 推給候選人 推給候選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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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